那再次呼籲 因為端午節將至 所以說在6月11號的這個禮拜五開始 就是端午連續假期 那再次藉這個機會 預請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請在北部的親友 還有家人 暫緩返鄉 這個確診者 絕大多數都是 這個返鄉的親友 或者是市民朋友們 去這個高危險區的 高風險區的縣市 然後把這個病毒帶回來的 今年本土的個案是 加今天兩例新災案例是35例 那我們先公布第一案 案11100 他是我們本市50多歲的男性 那在5月17到6月4號 因為他是自營的工廠 所以大部分時間待在自宅或自營工廠 5月31號出現發燒喉嚨肝的一個症狀 是診所就醫 在就業過程中 診所的醫事人員都有全副武裝 都有很好的防護裝備 那在6月2號又症狀沒有緩解 再到診所看診 那6月4號因為症狀還是持續 所以到醫院採檢確診 所以6月4號確診 我們回溯他的計較中 回溯起來 他於5月20號未戴口罩 跟本市5月26公布的案5645有接觸 跟案5645有接觸 前匡列9位接觸者 居家隔離5人 自主健康管理1人 自我健康監測有3人 案11102的個案 他是本市的個案 60多歲的女性 5月10號至北部醫院治療其他的疾病 住院約一週 出院後在5月28 5月28期間居住於新北的親友家 但是因為新北的親友家人 4人確診 個案於6月4號回來台南 開始居家隔離 那因為沒有症狀 那是6月4號因為列為居家隔離者 由本市衛生局安排採檢者採檢 在6月5號凌晨確診